投票的結果,你們有感覺嗎?你們有憤怒嗎?請問你沒有憤怒嗎? 這是你們的黨團,你沒有憤怒嗎?我很重要,我講三次,你沒有憤怒嗎?請你尊重我,我是行政院長啊 你沒有憤怒嗎?我們很憤怒,我們很憤怒 再來我要告訴院長,你剛才不是叫陳怡劍委員不要講英文嗎?你竟然講什麼勘當勘當? 我沒有叫他不要講英文,我是說同一種語言不能溝通,只要用英文 你不要在這裡跟我耍嘴皮,再來我現在要提醒院長一件事,韓劉,你們看到,你不打醒你可以回去 好,謝謝 來,院長,執行以前我要請院長不要針對政黨在這個公開執行台上罵其他的政黨 我覺得這樣子的一個行為不符合一個院長的高度 我希望院長在跟我打醒的時候能夠注意到這一點 來,接下來我要問院長,因為我剛才聽到你在打醒陳怡劍委員的打醒的時候不斷的在罵中國國民黨,所以我先提出來 我希望我本席在執行的時候,你不要罵我們中國國民黨,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我要講的是今天早上我們在這個地方 民進黨用惡毒,禁護惡毒的方式 把我們今年在公投的過程當中所投出來的結果 連我們討論的時間都沒有 我們在這裡要呼籲民進黨 因為這一次公投有三大面向 第一個就是能源的政策 第二個是同婚跟殉品交易的問題 第三個部分就是 台獨的訴求要不要進入國際的運動賽事當中 三個案子很清楚的 人民已經表達了我們的意見 可是現在民進黨在打假球 嚴重的打假球 連討論的機會都沒有 甚至於在明年的總統跟大選當中 還要把公投綁大選這個部分 又要把它做修改 我請院長在這裡明確的答呼 請你不要跟我回答說 這是尊重立法院的權責 這是民進黨在整個政策上的決定 到底明年的公投綁大選這個部分 公投法要不要修改 請主委 請院長答呼 那個主委我請院長答呼 委員 你要我答呼的時候不要罵國民黨 但你質詢拼命罵民進黨 我沒有罵民進黨 你從剛才都講民進黨 你不用替我耍嘴皮啊 我沒有耍嘴皮 我是代表行政院來打詢 請問公投法你要不要做修改 公投法有沒有要修改 我現在還沒有看到案子 如果有草案出來 要行政院會通過 你剛才先罵 罵國民黨說 要不要我打詢 洪水猛獸 所以我在這裡對你提出最嚴重的抗議 當年是這樣啊 現在是怎樣 當年是這樣啊 什麼當年是這樣 每一個法案在修改的過程當中 院長你今天好 你今天如果要用民進黨 過去的黨主席的身份還是什麼身份來 沒有 行政院長 好 那你就好好的給我打詢 好 第二個 不在籍投票在今年會不會擺上去 我現在都還沒有看到草案 所以你完全沒有主張 不是 你個人的主張呢 我們要送到立法院的草案 一定要經行政院會的通過 行政院會是我主持的 那要送行政院會討論的草案 一定要相關程序完備 完整討論後 才會送院位 我這裡會看到啦 來 好 我現在請問你 以目前公投法的條文 你支持嗎 現在公投法 我們都遵照公投法 依法行政 依法行政 所以換句話講 你現在的主張 你可不可以明確的告訴我們說 因為行政院會有 哪一個法案要修改等等的主張 你會有主張要去修改 公投綁大選拔改掉嗎 現在我沒有提出任何主張 這個相關的主政單位 主政單位 他都會以貴院通過的法律 實際運作的結果 有沒有需要修改的地方 以及社會進步的情況 然後做出各方面研討的草案 再送貴院審議 本期正式要求 如果你們要修公投法 請你把不在籍投票 把它擺進去 因為這兩天我看到 其實我是反對 李靖勇擔任中選會的主委 但是他昨天講了 他說 不在籍投票 只要用在公投的議題 不會放在大選的議題 院長 全世界有多少個國家 都已經擺了不在籍投票 我們希望院長 能夠在不同的時間 就像你剛才講的 不同的時間有不同的主張 如果你今天對我們的公投 包括我們投婚這幾個案子 通通都是打假球 民進黨今天年 讓黨團表現得很清楚 院長你坐在那裡 表決的結果你看到了 你不會覺得難過嗎 七百多萬人民的投票 就在這樣子幾分鐘把它否決掉 所以本席在這裡 對你提出最嚴重的抗議 這是第一個 我要講到 委員 你們立法院怎麼表決 結果怎麼會對我行政院長抗議 你們都看得很清楚 民進黨黨團 做這樣的表決 火絕掉 火絕掉七百多萬人民的投票 我告訴院長 委員你剛才才叫我說 不要用民進黨的主席 但是今天 在現場 你現在對民進黨團的決議 或者 議員院的表決 民進黨黨團 要對我這樣的方式 我只是提醒你 讓你知道說 七百多萬人民的聲音 請你不要忽視 這是第一個我要講的 這是貴院的 預示運作 貴院預示怎麼運作 不要用這種方式在立法院 講我行政院長啊 不要用這種方式在立法院 拖延 而且模糊焦點 沒有事實在前面啊 事實剛剛發生啊 事實剛剛發生就是投票的結果 你看到了嗎 這是立法院的 看到這樣子投票的結果 你沒有感覺嗎 你們有愤怒嗎 你們貴院的辭權行使 請問你沒有愤怒嗎 我尊重立法院 這是你們的黨團 你沒有愤怒嗎 我講三次 你沒有愤怒嗎 請你尊重我 你沒有愤怒嗎 我是行政院長啊 你沒有愤怒嗎 我們很愤怒 我們很愤怒 再來我要開罰 康遠 你剛才不是叫 叫陳醫畢委員不要講英文嗎 你竟然講什麼康台 我沒有叫他不要講英文 你剛才就用這個 同一種語言 不能貨通 我要用英文 你不要在這裡跟我耍嘴皮 再來我現在要提醒院長一件事 韓劉 韓劉 你們看到 你不答詢你可以回去 好 謝謝 來 院長 那個主席 我們的院長 我在這裡讓大家看到 我們行政院的院長 就是這麼的驕傲 沒有關係 我現在就告訴你 700多萬的人民 會在明年的投票的過程當中 我不希望你上來 你不上來也沒關係 你不上來說明也沒有關係 韓劉的旋風 到今天我想大家都看到 很簡單 不管是他在馬來西亞 在新加坡 他所造成的旋風 他講了一段話非常的重要 就是他在 選舉的過程當中 講的愛跟包容 我今天讓所有的媒體看 我們今天的行政院長 有沒有愛跟包容的態度 這是第一個我要講的 第二個 為什麼韓劉到今天 依舊讓所有的人民跟著走 很清楚我為什麼講 卡韓就是卡高雄 因為韓國瑜在選舉的過程當中 他就已經提了九二共識 你今天不說明也沒有關係 但是我想在這一次過程裡頭 包括行政院的農委會 甚至於從他一上任開始 蔡英文講說 多了好幾個陸委會的主委 黃崇彥講說 有樣學樣 他就講說好多的土包子 然後農委會的主委到處放冷箭 但是我們昨天看到的就是 當他講了 說行政會議 他已經講說只講經濟 不適合政治 但是我相信韓市長在這次的整個過程裡頭 他一定是全程公開透明 我倒是要問問 陸委會的主委 你今天早上講 講到什麼 一大堆什麼 九二共識一國兩制等等 甚至講到九二共識一中各表 習大大等等 我這裡有一個民調 這個民調非常清楚的知道 一件事 所有的人民 對我們現在的兩岸關係 是不滿意的 那對於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你要怎麼處理 跟委員報告 我們在很努力 改善這個兩岸的關係 比如韓市長 這次要去大陸 我們之前他有一個首發團 由葉副市長去 我們也很快在政府批准他 因為副市長回來之後跟我通過電話 跟我談到這個 我想你今天早上有講話 陸委會的主委 現在本席要講的就是 你在1月23號 你就去高雄跟韓市長講 我很清楚的告訴你 今天韓市長的票 是最新的民意 他在選舉的過程當中 很清楚的跟大家講 九二共識 今天蘇貞昌院長 不敢面對本席在這裡的質詢 他不敢面對沒有關係 全國的人民都在看 我們希望全國的人民 看到我們蘇院長 傲慢 而且 不面對現實的一個狀況 這是第一個我要讓全國的人民看到 第二個我要跟陸委會的主委講 你這一次的過程裡頭 你會不會 像上一次 農委會的主委 在那裡雞蛋挑苦頭 不會啊 看到歐亞的脾氣 我今天在立法院 剛開始進來的時候 我已經提到 說我們先前充分溝通 這是一個很好的戰略協同 包括那首花團 以及他將來要去的 我們在香港 都有駐外代表 澳門 我們一路來協助他 後來他會從小山東回來 我們今晚也有人在那裡 我們也會迎接辛苦的韓市長 去賣台灣的農產品回來 這兩天 所以呢 他請我們放心 我們也非常放心 我想穩定的兩岸關係 是我們在國際外交上 以及所有的動作上 最重要的一步 你有沒有建設再重新 蘇院長擺明了建設再重新 包括蔡英文總統 這兩天也被日本打臉 我現在很質疑 我們的國安會議 入委會的主委會參加嗎 不同層級的參加 國安會會參加 不同層級的參加方式 你會參加嘛 對不對 那麼這個東西 在討論的過程當中 也就是日本跟 蔡英文總統在接受專訪所提的部分 當時你們討論過的沒有 我想基本上 總統站在一個高度 他不是從台灣來看世界 從整個全球的變局 來看台灣最重要的角色 安全的議題 不是只有台灣的議題 安全的議題 是個區域的議題 所以總統提出要一個安全的對話 所以現在我們必須要面對 所有台灣人民不是被恐嚇長大的 但是所有台灣人民 大概也不會接受 我們那個最沒有風度的院長 說叫我們拿著紹帚去打仗 今天本席想知道的是 你們在做決策的過程當中 你們事前知道有這樣子的專訪嗎 我想我們在這個過程當中 跟委員報告有三個高度 台灣的價值在哪裡 一個是戰略地位 就是島鏈的這種安全 這不是只有台灣 是區域的 第二我們在半導體產業 我們這個在亞洲的領先 在世界的領先 第三個是台灣的自由民主價值 總統所要提出的就是 台灣為什麼重要 這個美國的學者 台灣為什麼重要 全世界都知道 尤其中華民國2300要的人民 最注意台灣為什麼重要 但是我們也不法忍受 你們每天用這種方式來恐嚇我們 而且擺明了兩岸的關係當然很重要 如果兩岸的關係沒有辦法 真的讓人民放心 你看你整個的民調 百分之六十幾的人民 認為蔡英文總統沒有辦法 處理好兩岸的關係 在這樣的狀況下 他就接受專訪 然後又讓日本打臉 這對我們台灣的人民的信心來講 所以我希望我們整個兩岸的關係 可以是已經冰點好久了 從蔡英文上任一直到現在 都是以毒不回 那麼今天面對 韓國瑜要到對岸去 你們今天又講了一堆話 什麼政治框架 什麼東西 什麼東西 但是你不要忘記 請你不要忘記 韓國瑜是罕見 昨天拿著稿子 講說我們只做經濟 中央的權責他們全部都不會碰 所以我在這裡 還是要嚴正的 跟陸委會的主委講 其實這一次 請韓市長到那邊去的時候 我不知道陸委會 接著請林常佐委員質詢